大家好,大家好 今次的影片是在12月29日,2021年最後的3天 都是有惊喜啦 今早很早 上午9点都有几个网友 pm我 那时候我正在睡觉 就知道立场新闻 有六个高层 现任及前任被捕 你听到何韵诗被捕真是兴奋 整群人渣 这次是逮捕了 你看到有两个汉奸家族 周达志和周达权是否有关系呢 我有点点怀疑 接着方敏申 他是陈方安心的会 牵涉了姓周和姓方的两大汉奸家族 女明星何韵诗 著名公民党的陷家产政棍 吴凯怡 所谓大律师但是一个非 一个人渣 大律师公会什么时候消去过牌呢 无论各样东西也好 待会再一次过说 我觉得是大快人心的 网友也有很多庆祝 比如说 有很多立场饭的照片 登了出来 一会再说 还有 还有陈朗星 这件事呢 都是上了头条 上了大公布头条 笑到发瘟 一会再说 好 那我们入正题呢 以前也请大家订阅 何志光有十必记频道 分享留言 赞好 以及按铃铃的 请你们每一天的 12点钟 晚上8点钟 今个礼拜 明天晚上 我就不在 没有政治揭露了 晚上也没有节目的了 请大家留意 只有一节财经揭露 下个礼拜 四五六都晚上没有节目的 请大家留意 OK 今天我们入正题 真的值得开心 但是先说陈朗星 陈朗星整件事 都是挺正的 即是呢 我也是作出一些质疑 是网友提出的 这个网友 不要用他的名字了 他说为什么记协主席 陈朗星去喊鸡这件事 没有人说呢 即是呢 何志光昨天是有说的 但是呢 其实呢 这件事 是昨天上午 已经有网友订给我的了 为什么 很多个KOL 譬如说干头佬 或者大富死人黑超 那个全家产 是不是 包括 阿太 下面那个姓李 那个什么东西 大KOL 为什么全部都不说 是不是 四个年轻人 那个 又说很厉害的那个 那四个全家产 为什么又不说呢 我今天说回呢 也是有问题的 陈朗星 是香港极之恶劣的一个人 他是一个所谓的圣公会基督徒 原来圣公会就是圣爱公会 就是当年圣公会的创立呢 就是因为亨利八世要离婚的 因为圣的缘故 是吧 想搞多几条女 所以就创立圣公会 陈朗星作为圣公会的会友 就上午叫鸡晚上回教会崇拜 就是 就是 很明显 陈朗星的叫鸡事件 八月已经是爆发 那接着呢 现在看来呢 两样东西 我也直接说 是不是阿爷有策略地 和这个 立场新闻被 反转呢 是同时出现呢 就是这个 你有这样的怀疑是不奇怪 但是这件事很大 那些 和美国佬有关的 全家产 KOL 全部不出声 是不是就是说 他后面的主子 是不是和美国佬有关呢 我说你干头佬啊 我说你带黑超的 全家产 姓许那个 你不喜欢就不要看 我是会骂这些全家产的了 为什么这些全家产 所谓 外国KOL 在重要时刻 他们不会去咬陈朗星的呢 是不是啊 这么奇怪啊 这个大公报头条 我又买了啦 有人又订给我啦 短裙低胸 这个女儿和你说 说什么呢 她说六百元包出火啊 是不是啊 爱摩包出火就六个水了 是不是啊 有时间有地点 昨天都很清楚的啦 有个女儿的近镜 有陈朗星啊 有陈朗星啊 戴口罩的样子 即是同一个人来的啊 背囊也是 背囊也是一样的啊 为什么那些KOL不说呢 遲一天都有问题啊 昨天上午出来的新闻 为什么不说呢 陈朗星自己呢 是《立场新闻》那些 的记者来的 采访副主任 《立场新闻》在黑暴期间做些什么啊 专影警察 接着她刚才的新闻说 喂 即是国安公署的 即是警察的国安公署的 那位 呃 这位 死了 忘了名字了 李桂华 李桂华说 喂 明明警察 在2019年11月这个中大对峙里面 明明是没有拿着枪对着那些贼 对着那帮暴徒的 但是那些暴徒是这样扔 扔汽油弹啊 扔砖啊 什么都有啦 但是《立场新闻》呢 就说一些假的报道 煽动仇警 或者煽动憎恨我们中央政府 或者煽动憎恨香港政府 是不是 现在 阿爷是组合权地移动了 拉你立场 和冻结你六千一百万之余 是摆到明 移动你记协 你记协一定说嘛 淺达新闻自由嘛 刚才《无线新闻》照播你那句话 但是《无线新闻》 其实播呢 就是因为 你 陈朗星说 你 你没有被捕 只是手屋 特意叫你动在那儿 要面对你调雞的事 等你面对一下吧 是不是啊 昨天 那份报纸说 原来呢 这个记协呢 走了去海洋公园那家 那家晚侯酒店 开了筹款晚会 伊香殯影前大律师公会主席戴启斯 香港中文大学新闻及传理学院院长李立峰 公民党主席梁家杰 大律师公会前主席戴启斯 两个坐在同一架车 你们招筹款 香港有很多黄尸机构甚至是亲中机构里面的鬼 都走进去捐款,搞这些筹款机构 你看到香港的那些美国的势力 不止是养立场新闻 立场新闻有6100万 但现在就说立场新闻开了英国分部 你说香港新闻为什么要开英国分部 会不会有数以亿计的子弹呢 数以亿计的钱 由于放在香港不安全 就掉进去英国呢 为什么有这么多钱呢 其实我按照一户事弹的新闻 以往一飞出来的就是立场 这个是西方的颜色革命的旗舰 苹果就是大旗舰 旗舰中的旗舰 次旗舰就是你立场了 苹果死了之后就靠你立场 立场死了之后是不是又中新闻呢 是不是 那为什么 喂 现在阿爷出组合权了 动你 扑街陈朗星叫鸡丹事了 说他上午平安夜上午叫鸡 晚上回教会崇拜 你老美 那些KOL全部都拒掉了 昨天不出来骂呢 是不是跟陈朗星有关呢 所以后面的老板叫鸡丹事别动 就等于伍家朗那件事而已 伍家朗穿着黑衣服 哇整堆 都开了名字了 李子敬那些就不出声了 是不是 李子敬为什么不出声呢 伍家朗的时候 接着李慧琴开始镇压 穆家朗 穆家俊 接着又是全部不出声的 李子敬压和他相关的友好 为什么不出声呢 只有我何志光一个人骂呢 你又可以拼我的 谁谁谁去骂嘛 是不是 那么何志光也不重要 你说过鸞丹事这么大的人 说有份骂 我现在说大 那些几十万订阅那些仆街 为什么不骂呢 陈朗星那件事 昨天不骂是不合理的 上午九点出 晚上七八九点都见不到他们 那么多个台 出声骂 是不是要保护陈朗星呢 喂 他在圣公会里也很困难的 圣公会呢 基本上是中立的 不过圣公会也不是好人 以前呢 我在占宗里面 我参加占宗里面 我参加占宗里面 黄国 就是呢 圣公会的人去搞 这个黄国街头小圣堂 这个姓法兰西斯街头小圣堂 那圣公会有个会友叫 征如安 谭家博 谭家博 那这个人呢 喜欢扮女人和嫖人妖 是不是 就是后来之后才知道 但是他很喜欢 就说自己是圣公会 然后呢 就参与战宗的时候呢 就用这些宗教礼仪 骗人就是用宗教的神圣 去 justify 就是说去认可 这个可恃的颜色革命 就是呢 西方搞颜色革命呢 很喜欢拉基督教下水去搞 陈朗星呢 多次在圣公会内部呢 都是说一大堆歪理 然后压迫当时的圣公会教会 挑战呢 抗港 抗港杰 抗保六 就是死了 忘记了圣公会的名字 但是不要紧了 就是多次这些人呢 是用基督徒的身份呢 搞颜色革命 就是呢 我其实呢 老实说我很公正 就是大陆呢 是不容许任何宗教呢 扮理学校 其实我现在都认为 基本法是应该改的 应该 取消 应该是基本法明文禁令 禁止任何宗教扮理任何学校 是啊 我认为是这样 就是没有的 现在的问题是西方 在香港殖民 是借学校 借教会 是想搞颜色革命的 整个占中 那些人暴动的时候 就是唱哈里尸尿尔嘛 尼尼尔 尼尼尔尔嘛 總之,叫鸡那件事呢 即是那个美丽的样子 近镜子都拍光了 即是 打了格仔了 即是说明600元包出火按摩 总之无论如何也好 我相信未必有后续多一些 咸片那些东西未必有 拍他走进去那些 估计是这样 但无论如何也好 今次这件事 当然是严重 在选举之后 现在是通缉了蔡冬浩 现在就抓了这些汉奸家族 开始动 譬如说钟佩权 钟佩权的老婆陈佩敏 两个是香港汉奸夫妻 一个是苹果,一个是立场 后面两档东西都数以亿计的钱 苹果收了皮 接着现在到钟佩权 即是共产党做事 是真是厉害的 不会在选前移动你这些人 选后不会和你们客气 和西方直接开拖 所以说 方敏申 那个阿哥 应该在九七前 应该被怀疑 杀死自己的女朋友 英国人呢 就遮掩了这一宗的虐杀 接着呢 成为一个把柄 控制了陈方安生 所以陈方安生呢 成为最早英国人 在特区政府里面的针 是吧 一直都在破坏董建华的施政 后来呢 2001年呢 陈方安生就退休了 退下火线 不做了 接着他不做之后呢 突然间就忽然民主 这个故事是这样 但是陈方安生 走了而已 还有曾荫权 曾荫权 他在任的 就搞通式咯 弄死香港咯 这些AO 我都说 混蛋 你说起陈方敏申 想起陈方安生 想起他哥 如何虐杀 他的女朋友 九七前 各样的东西 这些是垃圾人渣 满手血腥的家族 他父亲好像是国民党的将军 国民党呢 基本上在被共产党打垃圾之前 就是美国代理人 所以呢 就将整个中国卖给美国 共产党救了中国 因为共产党打败了蔡介石之后呢 所有西方对中国的霸占 不平等条约 全部廢除 令到中国可以重新开始 如果不是 西方人进到中国 抢了可座山 乘了什么物业 全部要承认的 蔡介石安事 国民党的汉奸家族 在大陆做汉奸 打输了之后来到香港继续做汉奸 陈方安生和他妹妹 一起做汉奸 事业 周达志和周达权应该有关 两兄弟 估计 在立场 老婆在苹果 一人不知是否是个弟弟 在立场 老哥就在苹果 全部不可疑 然后你不可疑 組义奸 整个公民党 公民党就去去参既协 这些全部是反中乱港的势力 是香港的汉奸势力 煽动香港很多人 无理憎恨自己的国家 无理憎恨共产党 接着说来说去说什么六四 怎么知道六四查回事实 不过再说一次 就是那些暴徒 在天安门广场里面 乱杀人放火 杀了解放军被镇压 反过来西方就说那些是好人 西方说好人那些多数是仆街 比如说曼特拉 比如说什么甘地 什么马丁路德金 全部都是他说是圣人那些是仆街 他说那些呢 就是他们西方说赵紫阳是好人来的 然后踩着李铒的 现在反过来 我相信李铒是好人 赵紫阳是买国策 是不是 就是这些的 就是用新闻专业 专写一些 仇警 仇宗 是吧 接着自称就是 我是精神美国人 精神 英国人 是吧 自己 比大陆人高等 是吧 现在你大陆管治香港 所以就 在这 不满 煽动香港人 就是 煽动的 就是 陆港矛盾 中国矛盾不对 中国是一个国家 但是中国应该包括香港 煽动大陆和香港之间的矛盾 就是立场 这些是汉奸拘捕了 大快人心 但是我现在的期望就是 现在选举后 特意的 选举后去做事 我希望选举后 动起来 《众新闻》 《众新闻》好 这些事情 刘俊途 又说自己曾经被人砍 会不会就是 你刘俊途 不肯做汉奸 或者没有做汉奸 做得这么厉害 被你美国佬砍完 然后整件事就老屈 大陆找黑社会 刘俊途 接着你刘俊途 现在 整个《众新闻》 永远是用一些 最辱麻的手法 歌颂你肥佬黎 歌颂你黄之锋 歌颂你戴耀廷 接着就用一些 好辣肉麻的方法 煽动仇恨中国 这类 我看下一个 立场新闻 就是《众新闻》 香港这些 其实我赞成《纳23条》 拉X了 那些契弟 另外 真的不够时间 何韵詩原来有个演唱会 1月2日开 看来开不成了 因为现在 下了6100万之后 全部都不给保释 应该下下去 接着 杜汶泽呢 在台湾就说 我知道你不会害怕 我希望 掃得《立场新闻》的话 不如移动 打完台湾 如果大陆没有统台湾 可以移动到黄毓敏 肖若元 和杜汶泽 和杜汶泽 这些人渣 真的干什么呢 你为什么要收外国人的钱 搞自己的国家呢 是不是 这些是汉奸 我不说这么多了 无论如何都好 到最后 做一张 立场蒸豆腐 何韵詩加立场一起 落狂 那就好了 先说这么多